近在网路上流传着一张图片 上头写着 入境检疫0加7免区隔 预计10月3号公告 10月10号实施 网友疯传说 这是指挥中心正在演你的草案 而对此呢 指挥中心暂时是没有回应 而台大感染科医师黄立民认为 要实施0加7 除了要等到这一波疫情高峰过后 脆弱族群跟一般成人的 第四季疫苗涵盖率 至少也要有七八成 至于年底大学马上要到了 前机关局局长苏一仁认为 如果以每天5万人确诊来算的话 一周可能就会有35万人 被隔离无法投票 想解套的最好做法 建议可以把新冠肺炎 从第五类打定传染病 降为第四类 入境检疫10月有机会改为0加7 但详细的时辰落在什么时候 现在网路上出现这张图片 表哥来源不明 在多个管道疯传 上头写着入境检疫0加7免区隔 预计10月3号公告 10月10号实施 网友疯传 这是指挥中心正在掩拟的草案 不过对此指挥中心暂时没有回应 而感染科医师黄利明认为 要实施0加7得考虑两个条件 除了要等这波疫情的高峰过去之外 脆弱族群和一般成人的 第四季疫苗涵盖率 至少要有七八成 医师黄高斌则分析 一个月内有机会实施0加7 也可以比照国外 同时开放团客和自由行 因为台湾相较其他国家 边境解封已经慢太多 现在还有谁愿意入境后被隔离 儿童疫苗还有婴幼儿疫苗的 要达到一定的程度 像美国75的小朋友都有抗体 但是我们台湾还是很多小朋友 跟一张白子是一样的 我们本国的这个流行的这个盛行率 事实上可能还高于国外的其他国家 3加4的检疫上的管控的意义 就会消失掉 另外年底大选即将来临 前机关局局长苏毅仁认为 到选举日的时候 疫情应该已经趋缓 但预估每天还是会有 两三万人确诊 如果以每天五万人确诊来计算 一周就可能会有35万人 被隔离无法投票 想要解套的最好做法 建议可以把新冠肺炎 降为第四类法定传染病 一旦降级就没有隔离的问题 医师相关于则建议 台湾可以考虑尝试电子投票 降低社区感染风险 但仍要注意秋冬流感危机 我们很久好像都没有来流感了 这个其实会有免疫负债的问题 除了说该打疫苗都要去打之外 这口罩可能要比别国拖的还要来得慢 专家呼吁指挥中心 至少要准备两千万剂的次世代疫苗 让全民尽快接种 以因领秋冬疫情 记者综合报道